本轮CBA还有一场焦点战是在四川金墙和浙江广沙之间展开的 上一场在伍克松的大败似乎对广沙队的打击很大 他们在今天晚上再一次输了球最终是以98比135不敌四川队 上轮联赛四川队立刻深圳用一波四连胜击身积分榜第三 广沙队这边上轮惨败于首钢队之后他们滑落到了联盟的刺席 开场之后比赛局面就如同双方的排名一样胶着 两队的几元主将也都展现出了不俗的状态 直到本节最后两分钟王永恒携手梦达打出了一个5比0的攻击波 四川队带着5分的优势进入第二节 四节比赛拥有三万元的四川队优势明显 哈达迪坐镇内线无人能敌 邓特蒙和哈里斯又在外围连续发炮 此外上一场独得48分的孟达本场也延续着火热的投篮手感 依靠着四巨头的一同发威 四川队第二节命中了实际三分球 被三分与骄晕的广沙队在攻防两端彻底迷茫 半场战霸 凭借着三万元联手贡献的56分 四川队以78比40取得了38分的巨大领先 下半场比赛 欲战欲勇的四川队一度将分差扩大到了4-3分 毫无还手之力的广沙队随后放弃了努力 最终坐镇主场的四川金强135比98大胜浙江广沙 豪取五连胜 广沙队则是遭遇了两连败 体育频道综合报道